来 来 熏一草茶 安神的 阿姨 你说我爸的病 到底有多严重啊 不好说 现在只是出气 除了偶尔糊涂 其他时间还算正常 但越往后 发病的频率会越高 到了最后 他可能真的会忘记自己是谁 更别说你和你哥了 就真的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治疗吗 只能是延缓发病的时间 没有根治的办法 其实你爸一早就知道这种情况了 所以他 早早地就把遗嘱离好了 我这应该出时间都陪陪我爸的 我刚才上网查了 说要跟病人多交流 这样他才不会很快地把我忘掉 博儿 你现在应该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僵尸 你必须得趁你爸彻底糊涂之前 把该拿到手的彻底拿到手 都什么时候了 阿姨 你还在跟我说这些 我现在只希望我爸能好好的 别的我都不在乎 我知道你孝顺 博儿 可是现在无论你做什么 你爸的病情都不会好转 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我的将来反正我爸和我哥 已经给我打算好了 实话告诉你吧 你哥有私生子了 而且是双胞胎 什么 私生子 对 不可能 我在医院看见秦英素了 我托老同事打听千真万确 秦英素现在就在医院照顾孩子 而且他自称是孩子的妈妈 这秦英素什么时候怀孕的呀 不可能肯定是弄错了 这孩子当然不可能是秦英素的 他这么上心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孩子是你哥的私生子 就是不知道秦英素 用了什么办法 让你哥抛弃了那个女人 他把孩子抱回家自己养着 秦英素是不是疯了 他才没疯呢 他清醒得很 这两年他一直在吃 我给他开的避孕药 所以迟迟怀不上孩子 但他清楚得很 在江家没有孩子就没有地位 所以他宁可抱着别人的孩子 巩固他现在的位置 到时候他把孩子 往你爸面前一抱 就说是他和江村的 因你爸现在的身体状况 他能不相信吗 到时候这两个孩子 可就是江氏的合法继承人了 就算是冲着孙子的份上 你爸也会把公司交给江村的 可是就算秦英素想这么做 我哥也不能同意啊 为什么不同意啊 你以为你哥这么多年 对你爸颜天琪从事 为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江村的家产吗 现在你哥摆明了 跟秦英素一条心 你爸有个三长两短 到时候被扫地出门的 就是你 不会的 我哥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 我相信他的人品 我到底说你什么好啊 我的傻孩子 人是会变的 就算你哥小的时候疼你 可是现在他有秦英素 有他的孩子 人家才是一家人 你本来跟他 就没有血缘关系 到时候秦英素一挑唆 你哭都来不及 不会的 绝对不可能 我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阿姨 你别说了 我实在是不想听 你说的这些东西我 我根本都听不下去 哎 博儿 英素啊 哦 先生 英素出去了 没说去哪儿 他的手好点了呢 哎哟 不太好 刚才下楼的时候 我看他不小心碰了一下 疼得直冒汗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姐 是你派人袭击江村的对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都听见了 那个人分明在跟你打电话 说你要袭击江村 才不小心误伤了我 小植 姐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怎么会 把你牵扯进来 你承认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知道薛医伤人 是要犯法的 都怪我 我真是糊涂 你说我吧 你骂我吧 我做错了 姐 你为什么要伤害江村呢 他是你的丈夫 孩子的父亲 你怎么下他去守啊 你说呀 为什么 我怕江村知道你的存在 我怕他知道 我们俩互换身份 我真的害怕呀 他要是不接受我 万一也不接受孩子 才知道我不能生育 孩子也活不成 我在家家怎么待下去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 小植 都是我不好 我闺迷心窍 我自私 姐 你可真是糊涂 撒谎是小事 江家知道了 大不了我们可以解释 我们可以赔罪 可是你现在是在犯法 是要坐牢的 小植 姐真的知道错了 你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做错事了 我求你了 你都原谅我好吗 好吗 小植 为什么陪你 ع 你甚至少看起来 你做了解这关来 我们岁车 反正 层� investig bajo 還是你對我好啊 你知道嗎 我除了你以外 我沒有朋友 卻寫得說沒有親人 別瞎說 你哥和你爸 都是你的親人 他們 雖然跟你沒有血緣關係 但我看得出來啊 他們還是很關心你的 想說什麼就說吧 反正我知道我說什麼 你都會反駁我 沒什麼 說了你也不懂 你今天怎麼了 裝盛誠啊 你相信 你的親人會算計 和背叛你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有些事不管你相不相信 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 可我不相信 那是你不願相信罷了 我曾經喜歡過一個女孩 很喜歡很喜歡 但後來有人告訴我吧 她背著我 跟別的男人在一起 可我不相信 我想盡辦法找她 為了她 我差點跟我媽斷權關係 可最後 可最後怎麼樣了 最後她親口告訴我 她真的批腿了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問我 我只能告訴你 她也相信一個人的結果 真的是自己受傷了 那你現在還喜歡男母 沒關係 我不會騙你 也不會劈腿 所以你可以相信我 你這都看了一百遍了 還看哪 我只見親一句 沒有 你這都看了一百遍了 不過她見安一秋了 我看見安阿姨和宋太太 一塊付的約 還給她好賣 說什麼三年抱倆沒問題 或是不會懷孕了吧 我去你的 即便她是當年 在高架槍上救我的女孩 以現在這種情況 我可能跟秦座的妹妹好嗎 對對對 確實不適合現在這種狀況 等狀況合適了 你還說 開 開個玩笑 閉嘴 喂 你怎麼不接電話呀 我打了一上午 我剛忙完 你找我有事嗎 好 你在哪兒 定位發給我 待在原地別動 叫我接我 你最近好像愛上開車 女媳體你去的 我寧願開車 你早說來醫院的話 我自己就可以來的 哎 你要是能來早就來了 長這麼大了 還像一個不敢見醫生的孩子 沒有 其實也沒有傷害要來的 這還不嚴重嗎 你的意思是 軟組織磋傷了 對吧 韌帶也撕裂了 聽大夫的吧 從現在開始 我陪你一起做附近 哎呀 我自己就可以的 你的手是因為我傷的 我應該負責任 我不用你負責 如果我偏要負責呢 咱們走吧 好 我走我回送 我回送 好 好嗎 好 你 能簡直做完嗎 來你加油 好 你自己做完 好 我回送 送 哎呀 哎呀 你幹什麼啊 來 哎很好 很好 再來 我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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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嗎呀你耍我 當我是狗啊 你可別美化了自己啊 狗可比你聰明 哎 這要我從來沒騙過狗 我不玩了 別呀還有好幾個呢 來 監視一下 哎 哎 嘿 我 對不起 秦英素 你對我有意見 你可以直說 你用不著耍這種陰招 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喂 你嫂子確實不是故意的 我帶她跟你道歉 你替她跟我道歉 也對啊 你們才是一家人 今天砸我的四個球 明天指不定是什麼呢 娃兒 越扯越遠了 我說的什麼你心裡清楚哥 你現在有老婆有孩子 還會在乎我這個 一點都沒有血緣關係的妹妹嗎 啊 你說什麼呢 什麼意思啊 誰 誰有老婆有孩子啊 嗯 可能爸的病對她壓力太大了 你別跟她生氣 你今天也奇怪 反過來幫她說話 有什麼奇怪的 不是你讓我對她好點嗎 我去睡覺了 馬潔 馬潔 快給我煮咖啡 我今天上班不能遲到 快去 來了來了啊 你能不能別吵我 博爾 你能不能稍微等一會兒 我再給櫻素榨汁呢 太太重要我重要 是我先起的 你好歹也應該先跟我弄 再給她弄吧 她在被窩裡的招什麼急 沒有啊 櫻素跟先生去跑步了 跑步去了 好 加油 快了 堅持住啊 喂 教先生 又出來鍛鍊身體了 對對對 太太跑步 還是第一次見的啊 是啊 走吧 快要跑啊 怎麼回事 跑不動啊 等一下 你平時容易受傷 就是因為你心肺能力弱 我現在就是提高你的心肺能力 誰說我總生病啊 我給你說說 誰 在這個浴池裡邊洗個澡 就能摔倒 是誰 整天在包餐的時候 能燙著手 是誰 行行行 我跑還不行嗎 不就從這兒跑到家嗎 我一定會堅持住的 真的啊 行你要是一口氣跑到家 我回去讓你少做一組 康復訓練怎麼樣 用不著 我才不會讓你看扁呢 要不然 咱就比誰先跑到家 你超過 幹嘛 站著我 我又沒要跟你比賽 你能跑回來已經不錯了 太拼了反而不好 算你有良心 行了 一會兒洗澡的時候 戴上這個 擔心著涼 走吧 走 現在你哥擺明了跟秦英素一條心 你爸有個三長兩短 到時候被掃地出門的就是你 不會的 我哥絕對不會這麼對我的 我相信他的人品 我到底說你什麼好啊 我的傻孩子 人是會變的 就算你哥小的時候疼你 可是現在他有秦英素有他的孩子 人家才是一家人 你本來跟他就沒有血緣關係 到時候秦英素一挑唆 你哭都來不及 江總 有什麼不滿意嗎 有幾個設計上的細節 跟我們的圖紙上不一樣 是這樣的 我在建模的時候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去做一些調整理證 你要知道 我們是這個項目的甲方 這個項目是我們要求的 你明白嗎 任何一個小的細節 直接影響它完美的呈現 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作品 你需要先跟我們溝通 對不起江總 我以為 你以為 請原諒我說話直接 我承認你很有才華 你的設計我也非常滿意 否則即便博二這麼立體你 我也不會用你 但是一馬歸一馬 不代表你就有權利 未經我們甲方同意 就擅自修改它 任何一個細節 我希望這樣的時間只有一次 好 我會修改回來 好 可以 有戲有戲 今天下午兩點的會 朝常盡心 我陪霍職做完了康復再來 那你午飯怎麼辦 買個三明治吧 回來的時候開會吃 不是 做復健 有專業的醫生在 你缺幹什麼呀 我肝瞪眼我樂意行嗎 作為秘書這事你聽我的 行 我知道 都聽你的 博二 我哥呢 他有事出去了 他去哪兒了 怎麼那麼大的火啊 誰惹你了 我問你 我哥剛才是不是狠狠地 罵了陳凌生一頓 還要他重新做那個模型啊 沒有 就是說了幾句 這陳凌生擅自修改方案 你知道陳凌生那個模型 做了半個多月呢 他讓重做就重做呀 不 這是公事 你別帶個人感情 我哥才在公私不分呢 他就是不想讓我跟陳凌生 接觸 才各種挑毛病 你說他去哪兒了 你這樣我可不敢告訴你 拿來 讓我看看行程 不行 不是 你不能看這個 你別搶 這是絕對 不是 這沒有 醫院 還去醫院幹嗎了 我哥呢 去幫我拿水了 你行啊 之前是裝失憶 現在是裝受傷 你能不能換點新的花樣 我看都看膩了 博爾我怎麼招惹你了 我又沒讓你來 你不想來你可以走啊 你別以為我哥對你好一點 你就能在江家為所欲為 說到底我是江家的人 你休想把我趕出去 不是 姜博爾你越來越過分了 我什麼時候要趕你出江家了 我告訴你 我要不是看那爸的面子上 我怎麼樣 我警告你 別以為你有孩子 你就了不起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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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嗎呢 沒事吧 沒事啊 哥 哥 你為他罵我是嗎 他手上有傷 你是想把他傷到了 殘疾了你才高興 是不是 行了 你別在這兒吵了 你少在這兒裝可憐 要不是因為你 我哥不會這麼對我 你閉嘴 來拿著 我不回來 哪也不許去 你我走 怎麼 我說話沒聽見 我 你理會了 科博爾 那是你嫂子 我今天需要你 鄭重其事地跟我承諾 今後不要再欺負她 不要再胡鬧了好不好 我胡鬧 那你呢 我問你你為什麼要否定 陳臉生的設計 你只讓他那個模型 好多 ог思 花了多少心血吗 那你就可以把气 撒在她的身上吗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说你了 陈领生 她擅自修改了 一些设计的细节 我当然有权利 让她改回来 她只是希望 这个设计更完美 她没有错呀 她设计得好与不好 不是她说的算 是公司说的算 她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起码应该知道这一点 她起码应该知道 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她的这些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觉得很业余 她所有的设计 都是问过我的 是我同意了吗 那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经过公司的董事会 同意了吗 啊 什么 伯尔 你要知道我们这次 在上海建的 这个五星级宾馆 直接代表姜世日后 能不能进军上海 直接关系到我们姜世 今后的命运 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总是跟我说什么 设计的决定权 都在姜世集团 我看这从上到下 都只有你一个人决定而已 对 你不喜欢我跟陈离生 所以你就假结霸得 没打压的 不让她中标 她只不过是 在这些小的地方 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 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哥 你怎么这么想 那我应该怎么想 哥 你真的变了 以前你看不到 我这么伤心难过 我喜欢的 你也都会送给你 更不会因为一个 秦因素就这样对你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想说什么就说吧 你 你 你开车好像顺畅多了 路上都没生气 你发现了吗 因为有更烦心的事要想 没时间生气 其实我一直也不明白 为什么博儿这么讨厌我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刚来江家的时候 这么讨厌我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就感情不合了吗 那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呢 嗯 我是说 你看我刚失忆的时候 对你戒备性也挺强的 觉得你不是好人 可后来慢慢地 发现 其实你也没那么差 所以 我觉得是你以前跟 我是说 可能是以前咱们俩缺乏了解 缺乏沟通 以后多多沟通 多多谅解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会吗 当然会啊 你和我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快快乐乐地 一起生活下去 当然 一定会的 我都会想起来 你怎么会想起来 你怎么会想起来 我这样给你打电话 你就来了 真巧啊 店里刚刚进了件新款项链 特别适合你 不用了 我今天赶时间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 给你改好的戒指呀 几分钟就好了 戒指 什么戒指啊 这个戒指 上次您拾到之后 虽说不喜欢 可姜先生还是偷偷买了下来 就是尺寸有些大 让我们改了改 可是他一直没来取 正好今天遇见你 你先试试吧 不会吧 我们明明是按照姜先生 给的尺寸改的呀 其实本来我是知道 你尺寸的 可是姜先生说你瘦了 那儿要不早 没关系 我最近体重免法有点大 这个先放你这儿吧 可能江村 想给我一个惊喜 哦 那我又破坏 姜先生的浪漫计划了 真是对不起 我说了没关系 不要告诉姜村我来过 哦 啊 那戒指还要不要 再改一下 不用了 说不定过两天 我又能带了 好知 这上面的人是我 江村的妻子也是我 这一切都是我的 别人抢不走 你也不行 你怎么不敲门啊 盈素 盈素 你怎么不敲门啊 盈素 你快下去看看吧 博尔跟先生吵起来了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博尔闹着要离家出走 以前他们吵是吵 可是从来没这么闹过呀 行 我下去看看 你别懒着我 反正我再跟家里 也没有位置 我走还不行吗 今天是我语气太重了 我跟你道个歉行不行 别闹了 你把我当三岁的小孩是吗 随便哄两句就完事了 你错了 江村 我告诉你 这次我走定了 看见你们我就恶心了 江博 怎么说话呢 行啊 你少说两句吧 行啊 现在 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了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一心想着 把我从江家赶出去是吗 好啊 我就如你们的愿 我走 博尔闹啊 博 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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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着你毛病 你真是的 你怎么不拦着他讲的 他有地方住 实在不行找安阿姨嘛 他跟阿姨熟吧 马杰 为什么博尔跟安阿姨特别熟啊 嗯 博尔很小的时候 报到江家来 一直都是安医生照顾的 时间长了 久了 就有感情了 也许博尔早就把安医生 当做自己的母亲了 所以如果博尔想让安阿姨 做点什么事情 孟阿姨也应该不会拒绝 其实啊 是你爸 让我给你浩浩卖 调理调理 老爷子急着抱孙子呢 来吧 我来先给你把把卖 嗯 来 没事儿 挺好的 你这身体三年抱两个都没问题 我说的什么你心里清楚哥 你现在可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还会在乎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吗 但那安阿姨就发现什么了 然后又不告诉博尔了 姐姐说得对 姐姐说得对 我真是太心急了 可是姐姐你知道吗 我待的时间越久 我就越舍不得离开这儿 爸 我待会儿 阿姨 这个丝巾呀特衬脸色 就像专门为您定制的一样 你戴上这个丝巾呢 加上我送你的包跟连衣裙 一出门绝对咽牙群疯 是吗 你看你这孩子 一来就给我买那么多东西 我其实平时也不大出门的 这些也不大用得上 谁说的 您气质这么好 我当然需要这个了 陈凌生他们不懂的 以后你喜欢什么的话 尽管跟我说啊 还是你贴心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当初啊 阿姨就想要一个女儿 可是你陈叔叔喜欢儿子 不过现在也挺好的 要是你跟我们家凌生结了婚 我不是又多了一个女儿吗 那我又多了一个亲吗 真好 您又胡说什么呢 我说说都不行啊 就是 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 走 干嘛呀 有事了 有事了 我跟阿姨说话呢 你去吧 去吧啊 你们聊 你们聊啊 好 那阿姨我先过去了 我不打扰你们啊 你不用感谢我爸 你拿回报信了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我花钱大家都开心 我还求是不得呢 江伯啊 你不用在我面前嘻嘻哈哈的 你心里面肯定有事 谁一大晚上 商场关门去扫货 除了发泄 你还能干嘛呀 说吧 到底怎么了 你看你把我说的 你妈妈开心 我也很开心呢 不对吧 你心里面肯定有事 和家里人吵架了 陈林医生 你现在开始关心我了 开始担心我了是不是 我哪有啊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时间很久很长啊 我希望能够 给你这多点 和金额学生啊 送上战薛 我觉得这个男友是梦里啊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走啊 我去看看 人家年轻人说是笑笑话 关你什么事啊 好 睡觉 睡觉 睡觉去 眼bor 都这么晚了 送你回家吧 睡 Beth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啊 吓死我了 你别管了 我爸叫醒她 看她睡得那么正 我都不忍心叫醒她 那 要不这样 你就在客厅的 Casa 就让她在这里睡吧 妈 这合适吗 我没觉得什么不合适啊 反正早晚 她都是你老婆 快 你胡说什么呢 来 我叫醒她呢 出去 出去 外面风这么大 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保姆呢 我还在这根儿走 用不着人看见 您知道我们是为了您好 上次那个事情委屈你了 问题是按照我的意思 去做事 我知道 那个秦英俗 应该没给你好脸色看吧 你还没给你 我不会跟他们计较的 这几天我仔细想了一下 那以后孩子们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什么意思 那这我姜家做了三十年的 家庭医师 也累了 就到我为止吧 那 那姜村我会告诉他 以后姜家的事业 他来掌管 我就不过问了 你是在通知我 我失业了是吗 怎么会呢 你还有诊所啊 正说 我也会留一笔钱给你 你明知道我要的 根本就不是钱 你知道 我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个 还有事吗 你让我去办的事 我已经办好了 我特意托了医生 加急处理的 真的要去验DNA吗 有些事 终究是要做人了 你想好了吗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多少清醒日子了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 离死之前 我一定要知道真相 好 我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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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开还是算了 毕竟你养了他那么多年 是不是亲生的已经不重要了 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咪尸雅 那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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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 别碰我 姐夫哥 是 医生说了啊 孩子过两天 就可以出院了 不过还得请个护工 要我说啊 英苏 你就应该把那个酒店 给退了去 一天一千多块钱呢 咱能省着点钱花 这孩子以后 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妈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我不管谁管呀 这黄家文脚底某游 就跑了 我要是再不管你 还有人管你吗 妈 我不是说了吗 孩子以后都是我的 少过提那个人 我倒是不想提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都想好了 我打算回江家 回江家 那 那这孩子呢 孩子怎么办 孩子当然不能带回去了 而且绝对不能让江家人 知道孩子的存在 妈 你去安排一下 等孩子可以出院了 就找个靠谱的亲戚 送回老家寄养一下 也行 这倒也是个办法 妈 你可记住了 钱可以多给 但是嘴一定要严 绝对不能说出来 孩子是我的 这个你放心 我就是担心那个霍芝 你说她要是不肯换回来 或者狮子抬张口 那可怎么办 这个你放心 她是不会的 妈 妈 其实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我之前一直都骗你 其实获知 获知就是我妹妹殷华 是吗 我也是霸凌中情 才告诉我的 才说妹妹没死 被她送到了福利院 她一直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去找她 所以才骗你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呢 妈 你想啊 把这么做也是对的 当年要不是爸爸把妹妹 送到了福利院 以咱家当时的条件 妹妹留在家里 也是死无一条啊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妹妹病也好了 咱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 我就说 怎么能要长得这么像呢 那你之前干嘛要骗我 那是因为获知啊 我刚见到她的时候 她特别地恨你的妈 所以我就没敢说 能不恨吗 是我跟你爸对不起她呀 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已经不恨你了 所以我就把事情的真相 赶紧告诉你了 你干嘛呀妈 我 我得去找英华去 你去找她干嘛呀 你们俩一见面一激动 叫姜佳人看见怎么办呀 你听我妈妈说啊 我都计划好了 只要我一回姜佳 就把妹妹送出国 咱们好好地补偿她 这 这 我们这一家子刚刚团聚 你怎么就要把她送出国呢 妈 你得为妹妹着想啊 你想啊 她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 没学历 没背景 她以后怎么办呀 我当时是家里条件不行 所以我才早早地出去挣钱 现在只要我回到姜佳 我就会有能力 让妹妹过上好的日子 再说了 妹妹的梦想就是出国流血 咱们再帮她呀 是得好好补偿她 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 她跟你一样 一想到一家团聚 就不想出国了 可是妈 咱们是为她好 为了她的前途着想 你可得好好劝劝她 那 我就跟她说去 嗯